各位同学好 今天营养学的课程 我们是要介绍子溶性的维生素 那所谓的子溶性的维生素呢 我们会介绍维生素A、维生素D 还会说明成人居履症还有软骨症等 那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要认识并且了解维生素D 维生素A、维生素D 那并且认识了解成人的居履症或者是软骨症 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所谓的维生素 维生素的定义就是说 在食物中的一个有机成分 它呢不是用来产生热量或者是建造组织 因此不同于糖类脂肪和蛋白质的一个必需原营养素 人体没有办法合成或者是合成不足 必须要由食物供应 人体的需要量很少 它是以microgram为克或者是豪克剂量 那摄取不足的时候就会有缺乏症 那子容性的维生素 就是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生长 维护正常的生育机能 可以促进整体的一个健康活力 还有可以使人长寿的 充足的维生素是可以促进营养素和热量的利用 维持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跟食欲 并且可以维持心智的健康和抵抗疾病 但是子容性的维生素 像维生素A、D、E、K 这些子容性的维生素 摄取过多 这些子容性的维生素 是会产生毒素的 那维生素 它是属于身体的一个有机分子 它常常当作一个辅酶 那维生素的这个化学结构 是属于一种有机分子 含有碳氢氧 可以由维生物或者是植物合成 有些呢 是具有维生素的一种前提 它是会受到光热或者是化学破坏 通常呢 它是不带电荷 不带电荷 那吸收率呢 常常不受身体的需求的影响 维生素常常是身体的一个重要辅酶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酵素的一个合成 或者是说它的活性 它的化学作用的过程中是需要维生素的 那维生素又可以分作水溶性跟油溶性的维生素 一般维生素就是分作这两类 就是水溶性跟油溶性的维生素 那水溶性的维生素 包括了维生素B群啊 就是有B1 B2还有维生素B3 维生素B6还有液酸生物素 泛酸还有维生素B12 胆素还有维生素C 那油溶性的维生素是溶于脂肪的一个维生素 包括了维生素A还有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E维生素K这四种 那水溶性的维生素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溶于水 可以溶于水啊 并且在我们身体里面呢 它的储存量使用期限很短 储存量也比较少 一般像维生 但是维生素B12是例外的 那一般维生素B12呢 是可以储存三到五年 液酸呢是三到四个月 那维生素C还有维生素B2啊 维生素B6 它呢只能储存在身体里面 二到六个周 那维生素B1还有生物素泛酸 是可以储存在我们身体 大概有四到十天 所以也就是说 当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缺乏的时候 它大概会在数周之后 才会呈现缺乏症状 那过量 摄取过量的维生素 或者是说它的代谢产物 都会经由这个尿液排出的 那我们每天饮食中需要就供给这些维生素 那当这个维生素摄取啊 大于这个RDA值十倍以上的过量的一个剂量的时候 是会有所谓的毒性剂量的 那缺乏的时候 反应呢症状也很快会展现 会在数小时或者数天呢 就会发现有一些症状 一般进入微血管 或者是肝门静脉运送 过量与代谢的产物呢 都可以经由尿液排出 那由于油溶性的水 这个油溶性的维生素 它是不溶于水 那可溶于油脂 或者是有机的溶剂中 那维生素A 可以储存一到两年 维生素 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E 维生素K呢 那分别可以储存到 二到六周左右 每天饮食的需要量 那就可以稍微宽松 也就是说 不必要求每天都要 摄取足量的这个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 维生素K 因为呢 它的缺乏症 出现的会比较缓慢 而且身体呢 通常都会有一些 足够的量的储存 那维生素A 维生素A 在我们身体的上皮组织里面 包括这个皮肤啊 呼吸 消化道 以及这个泌尿道系统 泌尿系统 以及腺体组织等 都需要维生素A的 那维生素A 它会影响许多 细胞内的一个代谢过程 尤其在视觉反应中 会有特殊的一个生理作用 可以促进身体的繁殖 跟维持生命 所以呢 维生素A非常重要 那维生素A缺乏的时候 它可能会引起所谓的 降低免疫力 降低产 除了降低免疫力之外 还会产生降低抗体的能力 会降低 引起上皮组织的 这个异常改变 并且容易产生 眼的疾病 还有皮肤的疾病 也就是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 眼的疾病 跟皮肤的疾病 那维生素A在这个RNA的代谢 蛋白质的合成中 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能够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能够抑制许多致癌物质的作用 维生素A 它的结构 就是说维生素A的结构 像四网醇 以及其衍生物 这些呢 维生素A本身是来自于动物性的食品 那通常有三种成分 像四网醇 四网醇 四网酸 这些都是属于维生素A的一个 一个类似结构 它可以从食物中 以四网醇跟脂肪酸来做结合 那它的一个 子化合物含量很多 那维生素A的先值 是来自这些植物性的 的食品的时候呢 那维生素的先值 并没有维生素的一个活性 必须经过代谢转换 成为有活性的一个维生素A 主要像是类胡萝卜素 其中活性最高的 就是β胡萝卜素 那这些β胡萝卜素 就是维生素A的一个先值 那有关于维生素A的计量单位 在维生素A像四网醇 它的一个计量计算呢 维生素A总量的时候 就是将植物性的来源 像这些维生素 维生素的先值 先换算成四网醇的量 那每一个单位的一个R1 相当于一个维克的四网醇 或者是6个维克的β胡萝卜素 那一般国际单位IU值呢 就是四网醇是3.3的IU 相当于一个R1的维克 那β胡萝卜素 10个IU相当于一个R1的维克 那这个就是一个单位计量的一个换算 那维生素A的吸收跟利用呢 由于维生素A像子化的四网醇 跟胡萝卜素 它们都是一个子容性的 吸收的途径 是跟脂肪很相似 那这种子化的是网醇 它的吸收率高达75% 而胡萝卜素的吸收率 胡萝卜素的吸收率 大概只有20到40% 两者在小肠中 跟胆炎和油脂形成维子粒 生成维生素A 是由小肠细胞所吸收 那这些维生素A 主要都储存在肝脏最多 因为维生素A在小肠细胞内 部分β的这个胡萝卜素 可以经由酵素的作用 可以经由酵素的作用 生成四网醇 进入乳米管淋巴系统运送 并且以这个四网醇的方式 由攜带这个蛋白质 结合运送 先经由肝脏储存 储存于肝脏最多 大概达90% 也就是说维生素A 90%都储存在肝脏中 再由肝脏运送到 全身的组织被利用 四网醇分解为 四网醇运送到各个细胞 所被使用 维生素A的生理 跟它的生化功能 维护身体正常的生长 维生素A可以维护 我们身体的正常生长 花育、生殖 以及免疫的抗病功能 正常的视觉感光 四网醇是眼球内 内网膜上的一个上柱 上柱状的一个 就是四网醇 是眼球内网膜上的柱状 细胞感光的一个重要成分 跟柿子蛋白结合之后 会形成所谓的柿子 而接受光的刺激 在光中 眼睛中的四网膜的四网权 跟四蛋白会分开 那维生素A是帮助 这些四网膜的细胞色素的 分解跟合成 尤其在按反应中 眼睛中的四网膜的四网权 和四子蛋白结合 那四网权经过定位的改变 使得能看到的一个影像 那维生素A 就是帮助这些四网膜的细胞素 色素分解和合成 能够帮助眼睛对光的敏感 跟色彩的一个敏感度 那上皮细胞是人体的防卫第一线 人体的防卫义物入侵 人体的防卫 比如说这个义物入侵了我们身体 或者是感染 感染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线就是上皮细胞 上皮细胞 我们的皮肤上皮细胞 那就分布在肺 肺 还有气管 气管的呼吸道 食道 胃 还有肠的消化道 另外就还有皮肤 眼睛 阴道 还有尿道 膀胱 甚至泌尿系统的表面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上皮细胞 所以上皮细胞是我们人体防卫的第一线 维生素A 就是能够维持这些上皮组织细胞的一个健康 多数的上皮细胞 多数的上皮细胞是具有分泌粘液的功能 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湿润 上皮组织的一个湿润跟清洁 维生素A就是能够维持这些上皮组织细胞的健康 健全骨骼 神经细胞的发展跟生长 尤其是软骨组织 那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细胞就会绞化 硬化 分裂 分泌 或者是分泌这些 不会再分泌这些粘液 失去了防卫功能 以眼睛最为敏感 所以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眼睛就很容易产生红肿热痛的一个现象 那缺乏维生素A可以视为是一种抗氧化剂 也可以防止这个自由基的作用 以及氧化 能够保护组织细胞不受自由基的影响 有抗老化的能力 维生素A还能够避免不能生育 或者是避免流产 或者是不孕这些问题 因为维生素A的缺乏 会造成不能生育 肝眼症 毛囊 维生素A的缺乏 那维生素A的缺乏原因呢 最多的就是 由于摄取维生素A量的不足 或者是说摄取饮食的品质 非常的低劣 造成缺乏动物性的食品 或者是含有类胡萝卜的蔬果类 或者是有慢性的酗酒 或者是有消化道或脂肪的 一个摄取不良的疾病 那维生素A的来源 包括了有动物性的食品 像是肉类 蛋类 肝脏类 有鱼油 肾脏 或者是内脏类等 那植物性的食品方面 方面呢 主要就是有深色的叶菜类 像胡萝卜 木瓜 芒果 番茄 红芯的甘薯类 或是柑橘类等 那这些都是维生素A的食物 重要来源 那维生素A的参考摄取量呢 在成年人跟老年人 男性呢 就是600维克 那女性呢 稍少 大概就是需要500维克 那但是在特殊状况的时候 像怀孕啊 就需要加 另外再加100维克 那哺乳的时候呢 就另外要加400维克 因为要分泌乳汁 那就需要很多的维生素A 成人的上限摄取量呢 是3000维克的一个四网存 也就是说成人呢 不要超过3000维克的四网存的摄取量 因为过量的维生素A 会造成一些身体的毒性 但是如果是摄取维生素先值 那么就不会造成毒性 像β胡萝卜素 它是属于维生素A的一个先值 那摄取过多的β胡萝卜素 它是不会造成毒性的 那高剂量的补充剂 很容易造成过多过量的现象 那一般中毒的症状呢 就是有头痛、食欲不振、皮肤发痒 毛髮脱落、多种器官的伤害等等 由于日常饮食 摄取维生素A 通常都不会造成这种中毒的危险 一般都是因为使用了高剂量的补充剂 就比较容易造成过量的这个危险性 那维生素A的一个缺乏症呢 在初期是最常见的就是夜盲症 患者对于接受这个强光刺激以后 四指的分解 但四指会分解 但是却没有办法快速的补充 这时候在黑暗中的一个四岸的能力就不佳 也就是说它在黑暗中没有办法很快的调整 它的在黑暗中的一个这个对对这个黑暗的能力 看得见的能力呢就会变差 而在光线变弱的时候 视觉呢就就产生不良的现象 我们称为夜盲症 而且会有轻会有轻微的所谓的干眼症 还有内线呢 这个内线的上皮组织呢 也会有狡化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就是维生素A的一个缺乏症 最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维生素A缺乏的症状呢 还会包括泪水的分泌量减少 结膜跟角膜的干燥 眼睛呢会因为很容易因为灰尘而发痒 也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眼睛的角膜软化 而会导致瞎眼的情形 那皮肤呢 也会有毛囊性的一个角化症 皮肤跟皮脂线呢 会有角化的症状 造成微粒吐起 很类似这个鸡皮疙瘩的现象 那这个就叫做毛囊性的这个角化症状 就是属于维生素A缺乏症 那维生素D的功能 在维生素D可以借由紫外线 紫外线就是日光会使得胆固醇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胆固醇 皮下的胆固醇 可以借由日光转换成维生素D 那它的功能呢 最主要就是以荷尔蒙的形式 成为钙化的固醇 能够促进钙跟磷的一个吸收跟利用 并且能够促进牙齿 骨骼的钙化症 并且可以这个就是骨骼的钙化症 还可以维持血钙的一个正常值 那维生素D的一个缺乏症 最常见的呢 就是软骨症跟居铝症 这种这个症状 那维生素D的一个化学结构 那维生素D有像脉脚钙醇 或者是说胆钙醇 这两种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化学结构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脉脚钙醇 那这个脉脚钙醇呢 可以由植物性的食品中的一个脉脚固醇转换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含有脉脚固醇 它可以转换成为脉脚钙醇 就是所谓的维生素D了 那这个胆钙醇呢 也就成为维生素D 所以呢 它是经由动物性的食品而来 或者是说我们身体内的一个 去清胆固醇的转换而成 转换缓印是由光 光能够做一个催化作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由日光来做一个催化作用 在我们体内呢 维生素D扮演着一个荷尔蒙的功能 这个维生素D扮演荷尔蒙的功能呢 主要呢 是有两种成分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25 hydroxychylcate 这样子的一个胆固醇呢 固醇类 它就是在25的位置呢 会有一个OHG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1跟25的位置 叫Dihydroxychloroquaseofollow 那就是在1跟25的位置呢 有两个所谓的OHG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D3 维生素D3的一个活化性的荷尔蒙功能 那维生素D的合成跟吸收 就是人体经由食物供应 或者是体内自行合成 而获得维生素D的时候 食物提供的维生素D 或者是维生素D3 它们都是属于子容性的维生素 在小肠会跟这个胆盐 跟油脂形成为脂粒 乳迷为粒 或者是称为为脂粒 那经由小肠的细胞吸收 进入了乳迷管 淋巴系统运送 运送到全身的组织内 被我们身体所 各个器官组织所利用 那这个维生素D呢 这个维生素D3 它有两个这个OHG 它是血液中 主要的维生素D的一个成分 那维生素D 它可以活化体内的维生素D 需要代谢成荷尔蒙 也就是说要代谢成荷尔蒙之后呢 维生素D才是一个活化性的一个 荷尔蒙的 那首先就是在经由肝脏 先把维生素D3代谢成为 所谓的在25个位置的一个D3 是释入了血液的运送 那这个在25位置OHG的DH3呢 是血液中最主要的维生素D 那它的成分 生理活性还是算很低的 必须要还要在经由这个活化以后 才会有高的活性 因为一般在E25OHG有两格的D3呢 才是具有最高的生理活性的一个 维生素D的一个形式 当血盖的浓度下降的时候 就会刺激这个负甲状腺 分泌所谓的负甲状腺素 经由血液运送送到肾脏 那这时候肾脏中的酵素 就会把这个血液中最常见的 所谓的25位置的OHG3呢 代谢生成荷尔蒙 形成所谓的E25位置的OHG 有两格的这个维生素D 就叫维生素D3 是具有最高的生理活性的一个维生素D 那维生素D在体内合成为D3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必须要维持血盖的恒定 它能够维持血盖的恒定 就是活化的维生素D3 它能够维持血盖的恒定 首先需要负甲状腺素的作用 维生素D这个荷尔蒙 它能够促进小肠钙的吸收 还有骨质分解释钙的能力 以及肾脏钙的一个保留 所以维生素D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活性的维生素D3 也就是这个活性的维生素D3的荷尔蒙 能够促进小肠钙的吸收 还有骨质分解释钙 还有肾脏钙的一个保留 那血钙浓度不正常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骨骨骼的一个成长 促进小肠 铃的吸收 以及肾脏对于铃的保留 这个是血盖的 就是维生素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血盖浓度不正常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骨骼的成长 还有血液的凝固 还有心跳以及神经传导的一个情况 那维生素D是维护骨骼跟牙齿的一个正常功能 那维生素D就主要的功能 就是维持骨骼跟牙齿的一个正常生长 还有发育 还有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血钙偏低的时候 比如说钙吸收的不良 导致血钙浓度偏低 若低于这个血液中低于7个毫克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所谓的肌肉僵质 还有紧张抽搐 还有抽筋 还有筋卵的一个症状 这个常常是在那个孕妇的时候 孕妇在四个月 三四个月的以后呢 就很容易有这个血钙偏低的现象 那另外还有一个造骨细胞 那造骨细胞呢 它是负责骨骼的一个合成 首先生成含有胶原蛋白为主的一个软骨 然后呢 软骨进行了一个矿化 就成为一个硬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骨骼的一个生成 那儿童居履症呢 就是这些骨骼 没有办法正常的钙化 脊椎会造成扭曲 大腿 以及这个骨 腿骨 骨骨骨 还有小腿的筋骨 还有排骨 都会有弯曲的现象 因而有弓形或者是欧形腿 还有内弯漆 还有肋骨跟这个软骨处呢 它的连接处会有肿大的凸起 排列会有成那个串珠状 也就是说 这个当造骨细胞形成的不良的时候 它的排列 就会像串珠一样 形成所谓的 居履形的一个 串珠状的一个疾病 成人的居履状 居履病 或者是软骨症 成人的居履症 或者是软骨症 在成人的骨骼处 因为成人的骨骼 它是处于动态的一个平衡 那成人的骨骼处于动态的平衡 所以它在健康的一个骨骼合成速度 等于分解的一个速度的时候 就能够换取 就是达到一个平衡 虽然新骨会取代旧骨 但是外形跟这个骨的密度 都不会被改变的 但是当维生素低缺乏的时候 这个软骨的矿化就会不足 会造成裸弱 而且会有硬骨表面 而且会增厚的一个增加 产生增厚度增加的一个现象 那维生素低的摄取不足 由于食物中的饮食里面呢 摄取维生素低不足 或者是营养不良 欠缺动物性的食物 或者是在生长快速的阶段 需要大量的维生素低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这个维生素缺乏跟危险 甚至于会造成这个伤害就会很大 尤其是在生长快速的阶段 跟这个儿童 像在儿童期啊 或者是在婴儿生长快速的阶段 缺乏维生素低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严重的危险 跟伤害就会很大 那老年人呢 也很容易有维生素低的一个吸收率 会降低的现象 因为老年人可能会因为阳光照射不足 或者是生活习惯 可能造成的一些限制 所以呢 维生素低可能就会有摄取不足的现象 那维生素低食物的来源呢 就是说当 当这个生活的习惯 就是说 阳光的照射不足的时候 那食物的供应量又不够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维生素低的不足 那食物 充足的食物来源 包括这个肝脏类啊 奶类啊 蛋黄啊 内脏类啊 鱼肝油啊 酵母菌啊 以及这些强化的 营养强化的乳制品 还有奶油等 都含有较多的维生素低 那过量的维生素低 也是会造成一些毒性的 因为过量的维生素低 的产生的毒性 在成年人的上限摄取量 是50微克 那如果是超过这个上限值 就会有维生素低 过量的毒性产生 过量的维生素低 导致钙的代谢异常 血盖浓度 异常升高 然后呢 早期就会有恶心 口渴 尿急 腹泻等症状 钙炎呢 逐渐会沉积在这个内脏器官 这些软骨组织 造成肾脏 肝脏 肝脏肾脏 以及心脏 还有肺 血管壁 以及关节的一种 异常的概化现象 最严重的 还可能会导致死亡 那维生素低的参考摄取量 那维生素低的参考摄取量 在男性跟女性 相同的 都是相同的 就是成年人呢 是五个维克 那在老年人呢 是十个维克 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怀孕的 比如说怀孕期 怀孕期就应该加五个维克 哺乳期加五个维克 就要特别分开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例题一 何谓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脂溶性的维生素 就是会溶于 可以溶于脂肪 但不溶于水的那些维生素 那这些维生素 像维生素ADEK 那这个维生素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需要量很少 但是缺乏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症状 那一般呢 可以储存 脂溶性的维生素 可以储存的比较久 那例题二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有哪些 脂溶性的维生素 包括了维生素 ADEK 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例题三 那例题三 成人的居履症 或者是软骨症 有哪些因素 会引起这个成人的居履症 或者是软骨症 就是严重的维生素D 不足 或者是钙的摄取量不足 或者是维生素D不足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成人的这个 居履症 或者是软骨症 那这些 在饮食 饮食的摄取 缺乏了维生素D的一个食物的时候 造导致维生素D的不足 或者是阳光的摄取不足的时候 也是很容易造成 那么也就是说 有阳光摄取不足 还有钙的不足 还有维生素D摄取的不足 或者是说 身体里面对于这个维生素D 活化的能力不足 都是产生成人居履症 或是软骨症的一些因素 那例题四呢 是食物中有哪些 含有维生素A 也就是说 食物中哪些是维生素A的来源呢 就是维生素A的来源 包括肝脏 动物性的肝脏类 内脏类 还有肉类 蛋黄 还有β含有β胡萝卜素 β胡萝卜素 这些胡萝卜啊 深绿色的蔬菜啊 都含有很多β胡萝卜素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食物中维生素A的来源 好 那本单元呢 大概就是以上所介绍的那些 那些内容 也就是我们从本单元已经认识了解了维生素A的一个功能啊 还有它的需要量啊 还有它的缺乏症 并且认识了解了维生素D 也知道了维生素D所需要的这个量 供应量应该是多少 还有它的功能有哪些维生素D的功能 还有它的每天的需要量 还有维生素D的来源等 而且也了解了成人居里症或者是软骨症的一个发生的原因 或者是说它的症状的情形 那这边还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成人居里症跟软骨症的情形 除了就是说 食物要摄取维生素D之外 要照照阳光 因为呢 身体里面的这个胆固醇 可以经由阳光的照射而转换成维生素D的哦 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些都在本章节都有做介绍 那以上就是本章的一些总结跟回顾 就像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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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